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看这个理财文 顾名思义就是跟钱财有关系的文笼 在手向当中如果是在感情线的上方 出现三条跟感情线平行的这种文笼 这个三条理财文 一般人只有一条 有的只有一条 那么出现三条的 就不管是正财还是偏财都是非常不错 这种手向特点还会常常得到贵人相助 在贵人的帮扶下 会取得非常多的意外之财 建议平时可以在办公桌上 摆放一个七星德财 这种摆件来巩固一下自己人的好财运 让自己望上加望 这个是一个风水的小知识 那么我们看这个三宫 这个训宫 离宫 昆宫 都出现这个指纹 指纹上面是什么呢 这个沉纹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懂 那么三大宫位上出现 这个手指的温度 那么这个叫一生运势极佳 尤其是自己的求财之路特别的顺畅 无论是正财还是偏财都是非常不错 经过自己不断的努力 会得到丰厚的回报 那么过上衣食富足的生活 荣华富贵到老 不过要注意的是 平常要以正财为主 脚踏实地去积累财富 才不会乱的正方法 才不会影响你的财运 还有一个 这个是无名指下十字文 通常十字文都起到一个阻碍的作用 但是它是阻碍是对主线的阻碍 如果是出现在掌丘上面的 其所代表的吉凶信息 是有所不同的 这个出现在无名指下方 表示命中有非常好的异性源 而且多数都是好的异性源 自己能在异性的帮助下 获得丰厚的财运 常常会有一些意外之财 砸在自己身上 这是非常不错的 好了 有关这三种不错的文录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 如果是有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